HELLO 大家好我是齊德 今天是齊德講健身的第46集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之前在第42集跟大家賣的一個關子 到底減脂的話要做 中強度長時間的有氧有效 還是做高強度尖鮮呢 因為我們目前大多數認為 都是可能做高強度尖鮮比較有效 因為強度比較高嘛 畢竟燃燒的熱量比較多一點點 那對於中強度長時間有氧簡直有效的看法是 它消耗熱量的總比例可能大部分來自於脂肪 首先我們先來定義一下高強度尖鮮 以及中強度長時間有氧的名詞解釋 中強度長時間有氧在研究上比較常被稱作叫做 MICT 它使用的運動強度大概在40%到60%的儲備心率 如果你忘記什麼叫做儲備心率的話 你可以去騎得獎健身的第39期有介紹到 在40%到60%的儲備心率的話 你可以從事比較長時間 而且長度比較低一點點 像是一些慢跑啊 或是游泳或是漫遊等等 那如果是高強度尖鮮的話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長的HIT HIIT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或是有些研究會叫做 SIT Sprint Interval Training 充斥的間歇訓練 它使用的強度可能已經會大於100%的最大剩養量 那儲備心率的話大概會在80%或85%以上這麼高 而在奇德獎健身的第42集有提到 在人體不同強度的時候會使用不同的能量系統 高強度我們會比較偏好使用一些無氧能量系統 特別叫做無氧糖酵節 低強度我們會比較偏好使用有氧系統 特別是有氧脂肪酸氧化 如果強度越低的話 所以在高強度尖鮮 我們可能比較偏好使用糖類 也就是無氧糖酵節 在低強度的話 我們可能比較偏好使用有氧其中的脂肪酸氧化 那在研究上到底哪一個減制比較有效呢 是高強度尖鮮還是中強度長時間有氧呢 我們看一下研究怎麼說吧 在一篇2017年的統整性研究 這篇研究它總共統整了31天研究 這31天總共包含了873個受試者 分別比較高強度尖鮮 以及中強度長時間有氧 它們兩個對於減脂的差異 在高強度尖鮮的使用強度 在這張表格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 它使用的強度大部分都是 全力輸出或者是 Sprint 衝刺 或者是85%甚至是90%以上的 儲備心率使用的強度 而在中強度長時間有氧的 這一組使用的強度 大部分都是50%到70%的儲備心跳率 在這張表格可以看得出來 而這些研究最短做4週 最長做16週 大家最關心的結果如何呢 那我就不詳細放下這31篇分別的詳細的結果了 我就要論這個2017年的統整性研究 它們所統計出來的結果 在高強度尖鮮 HIT 以及中強度長時間有氧 MICT 它們兩個對於減脂 減低脂肪重量 以及減低脂肪比例的效果 可能都顯著的有效 而沒有哪一個比較有效 也就是兩個效果都差不多的 而HIT 以及MICT 它們分別有不同的優缺點 在HIT 它很明顯的可以節省 比較多的時間 而達到相同的熱量消耗量 相較於MICT 而HIT 它也可以創造出 比較多的運動後耗氧量 所謂的EPOC 在運動後的2到4個小時 它可以提高脂肪的利用率 以利肝糖的填補 那另外在HIT 它可能可以抑制一些食欲 當然你做完高強度之後 你可能也不會想要立即性的吃飯 所以它可以減緩你所攝取的時間點 或是減少你攝取食物的量 進而去減少你熱量的攝取 再來是HIT 它可能只能用在一些比較健康 或是比較有運動經驗的族群 而MICT 它雖然有比較低的熱量總消耗量 但它熱量消耗的介質比例 大部分都來自於油裡脂肪酸的氧化反應 另外在MICT 它可能比較適用於在初學運動 或是有風險比較高的特殊族群等等 所以就結論來說 HIT以及MICT 它們分別都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熱量消耗量 進而可以有顯著的減重效果 但是並沒有哪一個明顯的比起另外一個更有效果 而兩個都有不同的適合族群 在HIT 它可以減少比較多的運動時間 它比較適用在年輕人 或者是比較進階的運動員身上 而在MICT 它可以使用在比較初學者或是影法族的族群身上 確實在HIT 它可以使用比較少的時間 而達到相對硬的效果 但有些人就會說 那我做Double量的HIT 也就會比MICT更有效了 那我要說 如果你單次運動可以做到兩倍原本的HIT的量的話 你所做的HIT 可能根本不是所謂的HIT 研究最後也提到 不論是MICT或是HIT 都必須要搭配適當良好的飲食控制 才有最大的減重減脂的潛力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忘記每個禮拜二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鐘 齊德講健身 我是齊德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